会计师杨光明表示 在经济发展机会区内投资所获得的收益 可以得到更多免税方面的优惠 华人应该重视这一特殊政策 但投资时要注意具体要求 那个都不行的 他说你如果转投资在 这个他经济特别开发区的话 那么你一旦放进去以后 那符合他一些特别规定 杨光明也举例说明了省税的方法 他说五年以后他把你省税 差不多10% 那七年以后省税15% OK这什么概念呢 比如我今天卖了一栋房子 赚了比如说赚了100万好吧 那如果放在他的特别经济行政期的话 那么五年以后10% 你这个100万就有10万 基本上可以免税 然后15年以后就15% 他认为如果这个投资超过10年 也许会有更好的优惠 他更厉害就是说 我过了10年以后 那政府说哎呀你太支持我 我就给你一个终身成就奖 什么叫终身成就奖 那你赚了那100万 我全部都帮你免税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你赚了钱总是要转投资在什么地方 正好利用这个机会 把它放在政府鼓励的 叫特别经济行政期 杨光明提醒民众 此项投资要在2019年底前完成 而且在180天内完成投资动作 新唐人记者杨阳 洛杉矢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新唐人记者 访散了